伙伴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老师打造这样一个美好的学习环境,也非常感谢直播间里所有的好朋友给我一次分享的机会,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宋家洛,那小名叫皮皮,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然后又,又,很多人又记不住我的大名,这个小朋友又太教皮,所以,所以很, 多领导人给我起了一个既可爱又不是大哥身份的名字,就跟我叫皮哥,那在我,我很小的时候呢,就被我的舅舅和我的妈妈带入到了像这样一个美好的事业里面,我很喜欢这里,因为这里不仅能让我结识很多的良师益友,还能让我学到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舞台,就是在一次老师举办的, 圣诞晚会,然后呢,当时我是跟着我们英语社群的,英语社群的这个负责人,四瑶姐,四瑶姐是李扬克里兹疯狂英语的主席,是主席,然后四瑶姐就教我唱了一首英文歌,那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台下有五百人,所以我, 从小呢,对舞台啊,对麦克风啊,就毫无畏惧,也是因为老师一次一次的,给我在舞台上去展示自己的机会,所以我就比同龄人多了很多这样,不切场,然后拿麦克风的机会,也是因为这样一次一次,老师给我机会让我去成长,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取得了哈尔滨市少年杯的冠军, 在初中的时候就可以在台下有两千人的入团一世中,带着主持人的角色,那在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艺考生嘛,学的是舞音主持,我并没有像很多其他的艺考生一样,花很多的钱呢,很多的时间呢,去攻读舞音主持专业,就像我有一个,我有一个妹妹,她同样学的也是这个舞音主持,她是在老家,就是在我老家保兴县那边,然后呢,但是, 那边的师资力量不是很好,所以她必须要来北京这边,学习舞音主持,一次一次,飞到北京,又从北京飞回去,又要学习文化科,既花了时间,又花了十几万,所以我就想,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老师能够打造这样的一个环境, 真的是,我多么的幸运,我没有花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并没有像我这个妹妹一样,就是因为一次一次的在舞台上去成长, 所以在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我以黑龙江省波音主持地面的成绩,考入了首都师范大学, 其实刚才毛毛啊,说的有一点点的偏差,毛毛说,不论是这个文化科成绩,还是专业科成绩,能看出来都很优秀,哪能看出来我的文化科成绩很优秀啊, 我就是因为在这个波音主持考了省第一名,文化科才能要求的分很低, 所以我是以黑龙江省波音主持地面的成绩,考入了首师大,那我清楚地记得我, 在进入到闭考间的时候,我一进入到闭考间,坐着三位老师, 然后呢,当然啦,一开始就要分一些,比如说基础的知识啊, 比如让你说一百个字,还有一百个词,如果一旦这一百个字和五十个词, 有任何一个音是失误的,或者是任何一个音是平翘舌不分的, 那不好意思就要请你出考场了,哇,这个也仅仅是基础知识, 然后呢,又要让我说一些绕口令,那,比如说别人就会说, 八百标兵奔北坡,泡兵奔北坡,泡兵奔北坡,泡兵奔北坡, 然后,老师来了个升级,我就跟老师说, 八了百了,标了兵奔北坡,泡了兵奔北坡,泡了兵奔北坡, 泡了兵奔北坡,泡了兵奔北坡,泡了兵奔北坡, 然后我就说,老师我给你数个枣吧,我就跟老师说,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 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 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 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 两个枣,一个枣,这一段绕口,一口气说完,才算好, 老师就觉得,哎呦,还不错,基本功还是不错的, 然后老师就往下进行最后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呢,也是,也是老师真正决定, 要不要把你留在首师大的这一个阶段, 分数也是最高的一个阶段,就是要看你的应变的能力, 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三秒钟之内没有回答上来的话, 那不好意思就请出考场,当时中间的那个考官问了我一个问题, 说你的前面有这么多优秀的考生,比你长得高, 比你的嗓音条件好,并且有一些已经有过实习的经验, 那我为什么要选择你进入到今年的那几个黑龙江省的南省, 进入到首师大呢,你拿什么去战胜他们, 这个时候我脑海中犹豫都没有犹豫, 因为老师教我们太多了, 一遍一遍对我们去讲很多的话, 已经深深的刻在自己的骨子里, 当时我就一下子蹦出来了一句话, 我就跟这个考官说, 老师,21世纪的成功哲学不是你赢过多少人, 而是你帮了多少人, 与其比起来我想着怎么样去战胜我前面的这些考生, 不如从每个人身上汲取优点, 用到我自己的身上, 然后这个考官一听, 哎呦,这个小孩的话和其他的同学好像不太一样了, 那他肯定会这么想, 因为那毕竟是世界第一的老师教我们的话, 一个世界第一老师教我们的话, 我就想,我讲世界第一的话, 那不就相当于世界第一的老师在帮我讲话吗, 那一个世界第一的老师去对付一个小小的考官, 那考官肯定落败呀, 于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 我成功地进入到了首属汉大学, 那今天呢,老师给我的话题是新火相传的家族事业, 也其实万万不敢说我是去, 我是去这个讲课呀, 我是去干嘛, 其实与其说讲课, 不如说从小到大, 我跟在老师的身边, 看到老师, 从安利师业的起步, 然后终于到现在, 让一步一步的我看到的, 听到的, 还有感觉到的, 这些经历吧, 那我呢, 就要从我上小学的时候说起, 就是很小的时候说起, 那我当然和老师一样, 就是出生自一个很小的县城, 叫做宝清县, 那个县城呢, 那就是交通基本靠, 交通靠走, 治安靠走, 这个通讯基本靠好, 这样的很小的一个地方, 那因为县城的师资力量啊, 太落后了, 我的父母就带着我, 从这样一个小县城, 一点点的到了双亚山市, 就是比那个小县城, 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市里, 一个城市, 那我呢, 是一个大型的孩子, 有一天啊, 在上课呢, 就刚刚下课, 我前面的那个女同学, 就突然回头, 然后就问我说, 哎,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爸爸, 你爸爸是不是不要你了, 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 哎, 我就, 我就当时很小, 小学二年级, 当时是小学二年级, 我就受到了打击, 然后呢, 我就从听到那一句话开始, 我就不笑, 就笑也是, 不笑意识的那种笑, 然后我就回到了家里, 持续了很久的时间, 然后我的妈妈, 就带我, 到了双亚山市的儿童医院检查, 当时是检查出来, 患有轻度的抑郁症, 然后呢, 当时我的妈妈和我的姥姥, 就不知道怎么办, 当时老师也是刚刚去到哈尔滨, 开始自己的创业, 开始这份案例事业, 然后呢, 就给在哈尔滨的舅舅打电话, 因为两个人对一个人嘛, 就一定要开免提, 这样的话, 妈妈和姥姥都能听清, 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小孩子睡得都很早, 但是我的妈妈和姥姥呢, 以为我已经睡了, 其实我在房间里, 还没有睡着, 然后我就听到妈妈和姥姥在给哈尔滨的舅舅打电话, 就跟这个舅舅讲说, 快舅舅皮皮这孩子吧, 他再这样下去就完了, 因为当时不能让我抑郁症的这样的情绪, 一直在拖延下去嘛, 当时我就听到, 舅舅在电话的那一晚, 跟妈妈和姥姥讲了这样一句话, 就说, 妈妈姐姐你们别急, 你们带着皮皮, 来哈尔滨吧, 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 任何问题都能够解决,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 那个是舅舅以身作则, 交给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词, 就叫做责任, 就这样, 一周的时间, 准备了搬家, 然后准备了退学, 然后姥姥妈妈带着我, 我们一家人就去到了哈尔滨, 去到哈尔滨, 然后当时呢, 我妈妈, 姥姥, 舅舅, 还有姥爷, 还有舅妈, 我们都住在很小很小的一个房子里, 当时那个房子是700块钱一个月, 就想哈尔滨毕竟是黑龙江省的一个省会, 虽然北京打没有上海, 但是毕竟是一个黑龙江省, 那就可以想象一下700块钱的一个房子能有多大, 当时那个房子里面的阳台, 那个房子里的阳台都是能, 都是住了两个人的, 然后呢, 我们一家人就住在那样的一个小房子里,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老师去从事这份试验, 也是我看到了哈尔滨的第一感觉,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房子小啊, 也不知道这些, 就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呢, 我就只知道我来到了哈尔滨, 有更多的人爱我了, 因为当时我发现我的身边无形中多了很多的哥哥啊, 多了很多姐姐, 你就像恩言大哥呀, 斯瑶姐, 依依姐, 这个文强大哥, 那个套姐姐, 太多太多, 根本就数不过来, 好多人像旭远姐, 百行大哥, 更是就都带着我玩, 就多了很多的哥哥姐姐, 带着我去玩呀, 带着我一起去融入团队呀, 一起去, 就姥姥没时间, 妈妈没时间, 就又没时间的时候, 就他们带着我去中央大街, 又给我买冰淇淋, 又给我买面包, 然后还带我去这个肯德基吃汉堡, 我就记得这个旭远姐, 我小时候可愿意跟着这个旭远姐玩了, 有一次旭远姐, 就我那一下午都跟着旭远姐在一起, 旭远姐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就我在那闹啊, 闹得他也不行, 然后旭远姐就说, 我带你去一个既能吃零食, 又能吃糖, 又能喝饮料的地方好不好, 哎呦我一听, 那我当时小啊, 我一想, 那当然好了, 那在家, 那老师肯定不让我吃这些垃圾食品啊, 饮料肯定不让喝, 而且那时候XS还没上市呢, 而且还不让吃零食啊, 那小孩子家长不让吃糖, 那是更能理解的了, 然后我就说, 哎呀这旭远姐好, 结果旭远姐带我去了朝鲜行, 就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有一个特别大的招商银行, 那个招商银行里有免费的薄荷糖, 有免费的鸡打的饮料, 还有免费给你的这个盼盼法式小面包, 然后我就坐在那儿, 就这样, 糊弄了我一下午, 就是于是我就到了哈尔滨以后,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抑郁症的这种环节完全的就已经消除了, 所以我的第一感受是, 我不知道按历史是什么, 但是我只知道有很多人爱我, 有很多人关心我, 这个是我到了这个哈尔滨的感受, 然后就这样, 小学, 然后一点点长大, 一家人在一起也很开心, 我呢每次从学校放学之后, 很多时候我都会背着自己的书包, 带着作业本, 来到了会场里, 老师在台上去讲课, 那我就在台下写作业, 写完了作业呢, 还能听到老师分享自己的故事, 还能分享很多的禁欲良言, 所以从小学开始就已经, 无形当中就听到了很多的禁欲良言, 可能有时候冷不丁地跟老师说一句禁欲良言, 老师都, 跟这个我学校里面的老师说一句禁欲良言, 老师都愣在那儿了, 说哎呦这小家伙, 我这话是从哪儿学来的, 就像有一次, 我一考, 我在我学播音主持的时候, 那个老师让我去讲即兴评数嘛, 即兴评数就是三秒钟之内, 你必须要说出来话, 然后就在这个即兴评数当中, 我几乎每一个即兴评数都是围绕着禁欲良言来讲的, 所以我每一段的即兴评数里面一定会有陈老师的禁欲良言, 那这个有一次, 我的教我的教我不音主持的这个老师叫丹姐, 他就问我了, 丹姐就问我说, 哎呦你从哪儿这整了这么多壳, 怎么还一套一套的, 那我就想, 哇那金玉良言可多了, 我跟你讲十天我都讲不完,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小学的时候, 然后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呢, 老师和我的妈妈在哈尔滨, 当然还有辉辉老师, 在哈尔滨的案例事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然后就带着团队里面的伙伴, 然后来到了北京发展, 然后当时我一开始, 不是跟大家讲是租了一个700块钱的一个小房子吗, 当时呢, 我是大概有三到四年的时间, 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 大概是三年左右的时间, 从那样的一个小房子, 有一天我的妈妈突然在, 突然我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就跟我说, 儿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说咱们家买房子了, 哇, 当时我就很这个好奇, 其实就开始对这个事业产生了好奇心, 因为我就想, 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 能从, 能让我从县城到了小小的市里, 又从小小的市里, 到达了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 又是什么样的事业, 能从一家人, 从一个700块钱, 只租了700块钱这样的一个小房子, 在几年的时间, 能够在哈尔滨最中央的一个街, 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那个是我第一次对这个事业产生了好奇心, 当时我也不知道安利事业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只知道看到了这个一家人生活的改变, 看到了我的身边, 多了很多爱我的大哥哥和大姐姐, 这个是我的对安利的初步的认知, 那当时呢, 因为当时呢, 就是老师带着团队, 搬到了北京之后, 就是我的老老带着我在哈尔滨上了小学啊, 初中啊, 还有高中, 哇, 我就特别想分享这个, 当时, 当时, 最, 当时我刚到哈尔滨, 跟着我的姥姥在中央大街去散步的时候, 那个是老师刚刚开启自己的安利事业, 哇, 我就看到左前方有一个披萨店, 那个披萨叫比格披萨, 然后我就争着吵着, 让我的姥姥说, 姥姥我想吃披萨, 你去给我买披萨, 然后当时呢, 姥姥从兜里只拿出来了20块钱, 就说, 这个是咱们家, 这个月最后就剩这20块钱了, 因为那一个披萨就要20块钱, 然后姥姥说, 那个是我们要买菜的钱, 哇, 当时, 我就不太有事, 但是多少少也是长大了一些, 我就想, 我就觉得我姥姥是在骗我, 我就觉得怎么可能真的只剩下这20块钱了呢, 然后我就特别不开心, 但是多多少少也懂一些事了嘛, 然后我就还是没有去买那块披萨, 后来长大了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那一个月, 家里真的就只剩下那20块钱买菜的钱了, 后来我还知道, 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有钱的时候, 姥姥都是从那个零钱罐里拿出来, 杠棒就是那个一块的呀, 五毛的呀, 还有一毛的, 去找事的菜市场去买菜的, 我就想,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家里再苦, 但是舅舅也好, 妈妈也好, 舅妈也好, 姥姥也好, 从来都没有苦到过我, 所以这个是我看到的, 我就想是什么样的一份事业, 能够从这样的生活条件, 能够在哈尔滨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还看到老师在创业中的那种兴奋和勤奋, 还看到老师在创业过程中的那种给伙伴们信心, 今天我就下午就想准备一下午就去想, 我今天应该去讲什么, 应该去分享什么, 甚至我一一记录下来, 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但是我发现记着记着记着, 中间总有一些东西, 是就是临时想起来, 又想加到这个中间的, 然后我就想, 我就不去写了, 我就也不去想了, 因为反正都是分享自己的故事嘛, 我就试着也学习一下老师一样, 因为老师每次都说自己是脚踩香蕉皮, 滑到哪里算哪里, 但是老师每次滑的都刚刚好, 老师每次也不打草稿, 然后我就说, 那我也不打草稿了, 我也就是去分享, 从小到大看到老师创业的, 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故事, 我就看到, 老师呢, 老师当时, 我实在上小学的时候, 小学男孩子和女孩子不一样, 可能女孩子喜欢养娃娃呀, 喜欢女生的那些比较文静的东西, 那我们男生就喜欢卡牌呀, 喜欢陀螺呀, 后来出了一个动画片, 不对, 后来出了一个真人版的, 一个电视, 叫做火力少年网, 那个电视是讲, 怎么玩悠悠球的, 哇, 当时风靡了整个学校, 就是悠悠球嘛, 卡一甩下去, 然后做各种的姿势, 然后呢, 有一个最贵的悠悠球, 叫火力银店V, 那个悠悠球, 好像是, 就是特别好的钢啊, 也不是什么, 只全校, 一个都没有, 那全校要是有一个人, 有那个, 那个悠悠球, 那简直就是, 就是, 基本都能成为学校的大哥了, 就是那种概念, 然后呢, 老师就看我那段时间, 很风靡悠悠悠球, 然后呢, 当时我买了一个, 40块钱左右的悠悠球, 姥姥给我买的, 买了一个40多块钱的悠悠球, 其实那个已经是不错的了, 然后呢, 我不听话, 姥姥带我去早市买菜, 不让我带着悠悠球, 然后就非要带着悠悠球, 就没得到, 作为小孩子那种, 拿着自己喜爱的玩具, 那种爱不释手的感觉, 就是去早市要拿着悠球, 结果去早市回来逛一圈, 悠球丢了, 然后呢, 姥姥就给我说了一顿, 那当时也叛逆, 也这个, 也顶嘴, 然后我就跟姥姥顶嘴, 这个时候, 舅舅回来了, 舅舅, 然后姥姥就把这个事告诉了舅舅, 舅舅就给我这个说了一顿, 因为那当然了, 舅舅说的我不是丢了悠悠球, 这样一件事, 而老师教我的事, 不管发生了什么, 不能够和姥姥去顶嘴, 就老师永远都是在, 教我怎么样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教我怎么样去孝敬自己的长辈, 所以老师生气的, 不是我把悠悠球丢掉, 而是我跟姥姥顶嘴这件事, 那当时老师曾经是很有威严的, 老师到很多领导人都很怕老师嘛, 那当时我把老师树立为自己的榜样, 老师也很有威严, 真的就是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那我当时也很怕老师啊, 然后说着说着, 我就哭了, 然后跑到屋里面, 就哭了好久, 然后老师呢也没有管我, 因为就从这, 我现在想起来, 就从这件事就能知道, 只要是三观跟顶嘴啊, 跟长辈去不礼貌这些的事, 就是很, 就是相当于是触及了老师的底线, 这种老师绝对不会去安慰你, 老师一定要让你自己, 一定要让我自己去想明白其中的道理, 所以, 但是就看到老师去照顾宝贝也好, 照顾我也好, 在教训之前一定是有关爱的, 一定是有爱的, 那当时那天我就躺下睡着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之后, 发生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 这件事情神奇到, 我自己那天早上起来, 去用手掐我的大腿, 在怀疑我是在做梦, 还是现实, 就是我的枕头旁边, 多了一个火力电笔, 就是老师, 业在就找了好多好多的地方, 去给我买的, 当时我就可能, 就现在就去想, 哎呦, 那种时候的那种心理, 真的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优秀, 就相当于, 就好像是我现在拥有了一部宝马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于小孩子来说, 我当时真的去掐自己的大腿李子, 就发现, 哎呦, 原来真的是真的呀, 然后老师呢, 就前一天, 不是我说乎了吗, 第二天老师又连夜的, 去找了好多的地方, 就让我很感动, 也很惭愧, 但是当然当时很小, 更多的也是开心, 也是高兴了, 然后就拿着这个优秀, 到这个学校去县, 哎呦, 就可神气了, 当时恨不得学螃蟹横着走, 所以我就发现, 老师在现在能够这样的去教我, 能够这样去带我, 也不会去, 不敢有任何的情绪, 也不会有任何的情绪, 之前老师不知道经历了多少, 去爱我, 去关心我, 不知道有过多少这样的经历, 老师才敢这样去教我的, 我就想我和老师之间的差距, 我就想我是怎么带伙伴的, 我想伙伴都, 我都没怎么爱过伙伴, 也没有为伙伴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然后我就用这个话去告诉伙伴, 应该怎么去做, 教怎么去做, 我实在不听, 我说这是老师说的, 那这话一出来, 那我肯定会听了呀, 我就想到通过这件事, 我就想到我和老师之间的这样的差距, 那我就看到, 老师在哈尔滨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创业的, 老师不是牙不是很好吗, 老师在哈尔滨的时候, 然后呢有一天从房间里出来, 就捂着这边的脸, 就跟老师说, 哎呦妈呀, 我牙疼实在是不行了, 我的这个牙根好像是震的疼, 当时就已经影响到, 就牙疼都已经影响到脑袋疼了, 然后呢, 老师就说, 哎呦那你今天就别出去了, 你就去房间里睡一会儿, 睡着了, 牙就不疼了,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 然后呢, 老师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大概有五到十分钟的时候, 老师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 然后穿着皮鞋, 就走出了房间, 然后就跟这个姥姥说, 妈, 我去做聚会了, 我去会场了, 我就看到老师的这样的创业的精神, 这种不管自己怎么样, 自己不管什么样子, 永远不会给伙伴们看到任何自己不好的一面, 永远展示到伙伴面前的, 就是自己能够去, 就都是能够去独当一面, 有什么事, 老师永远不会和伙伴们说, 你们怕什么, 不怀疑我呢吗, 这是老师永远不会去这样说, 那还有, 我看到老师原来的腰, 也不是很好嘛, 也是从房间里出来了之后, 就是说这个腰疼, 就老师甚至原来在哈尔滨腰严重到我, 躺着都不知道该怎么躺, 左躺一下, 就是平躺一下, 又右躺一下, 又坐一躺, 疼得晚上, 疼朽朽朽朽睡不着觉, 看老师现在又多年来, 老师现在就是能跟我们一起打篮球,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 老师成宿成宿的腰疼到睡不着觉, 然后呢也是走出了房间, 那就只能跟姥姥去唠叨唠叨, 跟姥姥去说一说, 那姥姥作为母亲同样, 就跟这个舅舅说, 哎呦那你今天就别去会场了, 你就去多休息一会儿吧, 当时是刚过中午, 大概是一点不到两点的时间, 然后呢, 老师就回到了房间, 拿着洗漱用品, 去到了这个卫生间, 然后洗漱完了之后, 又回到了房间, 又换上了一身鼻挺的西装, 然后呢, 擦得亮亮的皮鞋, 走出去了, 同样说出了那样一句, 说妈, 我去做聚会了啊, 老师真的就是这样, 就通过这些事儿, 而且晚上我到了会场的时候, 就看到老师还站在台上去讲课, 永远把腰杆挺得直的, 然后讲话也是那种很大气, 伙伴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老师牙头, 伙伴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老师腰头, 也不会知道老师, 其实在前一天晚上, 没有一分钟都没有睡着过, 老师展现到伙伴面前的, 永远都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就是有我在, 你们放心, 就这种的领导人的精神, 这个是特别让我觉得, 我现在真的和老师的差距太大了, 我现在说着兴奋勤奋做聚会, 那我想一想, 现在在这个做聚会, 在兴奋勤奋, 也没有说大早上几点钟就起来, 跑出去带着伙伴们开晨会, 带着伙伴们去做聚会的呀, 可是那时候老师这些全部都做到了, 有一次, 老师一大大大都不做了, 然后呢, 中午回家, 吃完了饭, 在睡觉之前, 跟我说, 皮皮啊, 你给舅舅定一个20分钟的闹钟, 20分钟到了, 一定要叫舅舅起床, 舅舅还有事儿, 当时呢, 然后就时间一点点的过, 过了20分钟的时间, 然后呢, 我当时我就看到老师睡得很熟, 睡得就有点都打小呼噜的那个样子, 然后我就不想叫老师起来, 我就问姥姥, 我说, 哎姥姥, 舅舅睡得这么熟, 那我还要叫舅舅起来吗, 时间到了, 然后姥姥说, 那你自己看着办呗, 然后我就只多给老师睡了五分钟的时间, 就是到了25分钟的时间, 我才老师起来, 然后老师起来之后, 大大雷霆, 就是老师之前再怎么样批评我呀, 告诉我哪儿应该怎么怎么做, 从来都没有就说话那么大的声音, 从来都没有说是那么严厉的去批评我, 去教育我, 但是就那一次, 老师就特别特别, 就特别特别的生气, 然后甚至当时我都有一点吓到了, 当时生完气之后, 因为老师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去告诉我怎么了, 老师拿着西装啊, 这个就一边穿着西装, 就一边冲出了家门, 去给伙伴们做聚会, 因为老师是一个时间概念非常非常很强的人, 然后老师那天晚上回来了之后, 然后就跟我说, 我就老师的后面, 其实还有很多的伙伴, 愿意跟随老师的伙伴, 所以老师迟到了五分钟, 就等于这五分钟就加在了整个伙伴这样的时间, 这五分钟也许就能改变一个人以后的这种家族命运, 就是老师会去把每一分钟的时间都会用到自己的伙伴的身上, 我就去想, 如果是我的话, 我哪怕中午休息个二十分钟, 别说二十分钟, 就是三十分钟一个小时, 然后多睡了那么五分钟, 我迟到了五分钟, 我会不会像老师这样的担心伙伴, 会不会担心伙伴们这五分钟时间会怎么怎么样, 就因为这五分钟的我自己的食物会怎么样, 我想我可能是不会的, 但是看到老师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件小事, 就很严厉的去告诉我, 所以从小到大, 对于我也是经过老师这样的教我, 去告诉我, 所以我的时间观念也挺强的,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在哈尔滨的时候, 我和老师看到老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这样的心路的历程, 那老师带着伙伴们来到了北京之后, 我的姥姥就带我小学, 初中,高中, 那个时候我也就是很叛逆, 那个时候呢就青春, 老师说青春期呀, 其实就是给我们找的一个借口, 说那时候, 说老师那时候的年龄的人, 为什么没有青春期呢, 因为说那个时候敢叛逆的话, 也没地方去, 现在说我们90后还有00后, 为什么有青春期, 叛逆期, 为什么敢离家出走, 老师说我们就是被惯的, 说现在就是网络太发达了, 现在一旦离家出走了, 也能出去住酒店, 玩了家长也必须得给钱花, 因为真的怕在外面出什么事, 怕在外面饿到, 说老师那时候就是想出去也没地方去呀, 万一出去说不定还怕被狼给叼走了呢,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很叛逆的, 当时呢, 这个记得很叛逆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已经养成了一个就是听老师话的习惯了, 因为我知道老师再怎么样都是为我好, 不管是从这个角度, 还是从这个事业的角度, 老师一定是为了我好, 从小到大也把老师当成是自己的一个榜样, 然后呢很想成为老师这样的人, 然后呢唯独有一件事, 我是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答应了老师, 就是当时很叛逆, 就是高中考大学的时候, 就是高中考大学的时候, 我学的不是播音主持吗, 那对于播音主持的学生来说, 全中国有几个学府是我们很想去的, 一个是中国传媒大学, 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 还有就是中央戏曲学院, 还有中国电影, 中国电影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这四所学府, 是所有的传媒还有表演的人都很想去的, 而当时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 然后呢不喜欢北京, 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不喜欢北京, 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喜欢上海, 这当时我都没有喜欢, 然后呢可能当时是觉得是不是离这个家长远一点比较自由, 然后呢当时我的父母告诉我要去哪些哪些城市, 那当然我的妈妈就让我肯定是要来北京啊, 那姥姥肯定是也更希望我来北京啊, 那老师肯定是也很希望我来北京啊, 就全家人都很希望我来北京, 只有我自己不听话, 那个时候, 这个, 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就跟我撒娇, 就说哎呀儿子你快来北京吧, 你要是不来北京的话, 那妈妈想你了怎么办呢, 你离妈妈那么远, 然后呢当时我那妈妈当时我知道是为了我好, 但是当时我就想还是想自由一点, 就想去上海, 就想拼命的报考上海的很多的学校, 当然也报考了很多北京的学校, 因为当时一考生是要选择很多很多学校的, 然后呢老师就轮到了老师, 那老师就用很难忍的方式去告诉我,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来北京, 其实老师在那个时候是不给我选择的权利的, 老师从小到大, 我到大老师怎么样培养我的呢, 就是只要我的三观不出现问题的情况下, 做任何决定, 老师都去支持, 唯独在考大学来北京这件事, 老师是坚决没得商量, 你宋家乐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来北京, 当时我就特别不理解, 我就想我就从来也没有这么要求过我, 要么就是说我哪件事情不对, 要么就是告诉我应该怎么怎么样去做, 但是在我做什么抉择的时候, 在我做什么决定的时候, 舅舅从来也没有说这么去强势的告诉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当时我就特别不理解, 但是已经养成听老实话的习惯了, 当时我就跟舅舅说, 好好好舅舅, 那我就报考北京的学校吧, 但是我心里想的是, 反正我报哪的学校, 我好生了你还能不让我去, 当时我心里就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因为当时报考志愿的时候, 已经是在网上去填报的了, 并且那个网站的密码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 然后我就想反正密码在我这, 你们也不可能上去给我报学校吧, 然后我就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我就想怎么怎么去上海, 后来是灰灰老师, 当时到北京的一个家里, 当时灰灰老师在家, 妈妈姥姥舅舅都不在家, 灰灰老师把我叫到了家里, 就跟我说, 让我坐下之后, 然后就跟我说, 皮皮, 今天舅妈叫你来呢, 不是让你一定不能够去上海, 也不是让你一定要来北京, 哎呦, 当时我就想, 这个和舅舅谈判的方式好像不太一样哦, 这样的, 舅妈这么一说, 我这心里这一块大石头, 就多多少少有一些落地了, 然后呢, 灰灰老师又从这个学业的角度, 和创业的角度, 为我诠释了, 为什么来北京, 对我以后的人生来讲更好, 当时灰灰老师就首先从学业的角度说, 那首先呢, 你学的是文化, 学播音主持是一个文化, 那北京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是一个文化的中心, 那上海呢, 是一个金融的中心, 那你一个就文化的, 去到了上海, 嗯, 是不是不太贴切, 然后我想, 嗯, 如果说, 对于学习这个播音主持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 的确来北京更好, 因为北京有北京电视台, 还有中央电视台, 文化的气氛, 没有城市可以比嘛, 后来呢, 灰灰老师又从创业的角度跟我说, 为什么来北京对我更好, 当时灰灰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 老师说, 皮皮, 你大学业了以后, 想要去做什么, 然后我脱口, 我就跟灰灰老师讲, 我说, 做安利, 我就跟灰灰老师说, 做安利, 然后灰灰老师说, 那好, 既然你想要做安利, 我的, 不管是我也好, 还是你的舅舅也好, 还是团队的伙伴也好, 已经在北京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根基, 一个大本营, 在18岁的你, 其实对于树立三观并不是很明确的状态下, 那来到了北京, 我和你舅舅可以给你指引以后人生和创业的方向, 就是因为从这样的两个角度, 学业的角度和创业的角度, 后来我报考了北京的志愿, 报考了这个首都师范大学, 也是因为报考了首都师范大学, 我才能知道, 我以黑龙江省播音主持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了这样的一个学校, 那这个就是我应该从小学到初中, 再到高中考大学, 看到的老师点点滴滴的一些看到的, 听到的, 还有感受到的, 那我还想讲一下, 我从我上了大学之后的一些故事, 那我不是专业可还不错吗, 然后考到了大学里, 当时刚刚开学的第一天, 去体检, 然后交钱的时候, 我们那个大学的教导主任就找到了我, 就给我教到了他的办公室, 就跟我说, 哎, 加洛, 你看你的成绩这么优秀, 你这四年就跟着我混, 我保证你四年以后, 能够进入到中央电视台, 对于一个学播音主持的人来讲, 其实有两个诱惑, 一个叫做中国传媒大学, 一个叫做中央电视台, 当时我就, 当时我就被中央电视台这几个字, 蒙蔽了双眼, 因为我就觉得, 有多少人挤破了脑袋, 都进不去的地方, 我跟着这个老师大学这四年, 一边学, 一边上着学, 一边跟着这个老师, 我就能见到中央电视台了, 哎呦, 当时我给我开心的哦, 其实在那一刻, 我恰恰却忘记了, 我是怎么样能够到达这个学校的, 我那一刻我就恰恰忘记了, 我一切的学历也好, 能力也好, 都是团队给的, 都是团队给的, 因为当时如果没有老师一次一次的给我麦克风, 如果没有老师一次一次的让我上台去主持, 去唱歌, 去面对那么多的人, 比我没有老师让我比同龄人多了那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的话, 我是不可能考上首都师范大学的, 所以那一刻我就有点忘了自己的初心了, 所以当时呢, 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每天早上六点半, 我六点半之前我就要起来, 大概就是有时候五点钟就要起来, 到学校的天台上去练声, 不管是夏天, 春夏秋冬, 冬天冷到我, 我们学校还是一个焦曲, 特别特别冷, 我就要到天台上去啊那样的喊, 去练自己的声音, 我们八点十分上课, 我就要练声, 至少要练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后来, 这个历史的宿舍去练声, 我才去上课, 那我下课的时间呢, 是下午五点的时间, 五点放学了之后, 很多, 就是几乎所有的同学, 要么就是回这个寝室里, 打游戏, 订外卖, 要么就是去这个谈恋爱, 要么就是去食堂吃饭, 那我在五点放学了之后呢, 我还要去找我的这个教导主任, 找要带我的这个老师, 去学习很多专业的知识, 去学很多别的人, 是不交的知识, 大一大二的时候, 我跟着我的教导主任, 全中国各地的去主持, 去不能说讲课了, 基本就是去主持, 大概三个小时到五个小时的时间, 我能挣每一场就能挣八百到一千两百块钱不等, 那我一个月下来可能又多了很多的钱, 多了很多, 多了几千块钱, 那可能对于已经上班的人, 或者是我们直播间里有很多人, 那对于几千块钱每个月, 对于他们, 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别忘了, 当时我只是一个上大一大二的大学生啊, 当时我的生活费是三千块钱, 是三千块钱的生活费, 在三千块钱生活费的基础上, 我又能多了那么多自己挣的钱, 就感觉还不错, 当时我就拿着这些钱啊, 然后又能每次都能吃烤串啊, 又能吃火锅啊, 又能加馆子, 我就觉得好像是不错呀, 当时呢我就也没有来环境里面去学习, 当大二放暑假, 是一月六号放假, 然后在开学的时候, 我再去教导主任的办公室找他的时候, 取而代之的那个教导主任是一个女士, 那个女老师就跟我说, 哎, 佳伦不知道吗, 那个之前的那个教导主任已经被校长里开除了, 当时那一刻我不知道我大学接下来的两年应该怎么样去走, 因为当时我是老师那个教导主任跟我说, 把这四年的时间都跟着他, 我就打算把这四年的时间都交到那个教导主任的手里, 然后呢, 我听到那个女老师讲了这样一句话, 我就说, 我就想, 我的天哪, 那我大三大四可怎么办呢, 所以在我大学最迷茫的时候, 我就再一次回到了我们环境, 老师讲了一句话, 老师在台上讲说, 人的命运要像自己的掌门一样,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而不是别人的嘴里, 我就想, 那我难道在大一大二这两年的时间, 不恰恰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那个, 我教导主任那个人的嘴里吗,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 再一次的回归到了环境, 也深深体刻体会到了老师讲的那一句, 没有危机是最大的危机, 而满足现状是最大的陷阱, 当时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危机, 因为我觉得全国各地主持, 主持完了之后能拿到那些钱, 我真的是没有危机, 也特别的满足现状, 所以我真的深深体会到了, 没有危机是最大的危机, 而满足现状才是最大的陷阱, 所以我再一次的回归到了这个环境里面, 去跟老师去学习, 那在上大四的时候, 过了一年的时间, 学习了一年时间, 在上大四的时候, 那个教导主任回到了我们的学校, 敲开了我寝室的门径人, 然后找到了我, 说要请我出去吃饭, 那请我出去吃饭, 毕竟我跟过两年, 你也带过两年, 那我得给这个面子, 而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老师也教我怎么样去尊重师长, 那我不能因为我之前的怨气, 不给这个老师面子呀, 然后我就跟着这个老师出去了, 然后结果没想到这个老师, 带我去的是我们大学的食堂, 我们大学的食堂, 大学的食堂就是这样, 你往死吃能吃多少钱, 当时我就记得, 我在大学是很能吃的, 我往死吃餐标就是16块一, 一般的人就是12块3, 我基本每次都是16块一, 16块一, 那天我就特别不爽, 那天我就想, 好, 你就给我扔到这儿了, 哎, 天哪, 老师要讲话, 老师, 太好了, 太好了, 老师竟然要讲话, 老师, 哎呦, 那老师, 老师昨天刚刚开了20多个小时的车, 从上海开回到了北京, 而到了北京之后, 马不平提的, 今天又去到了体验馆, 老师要讲话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讲吗, 是子余跟我讲的, 哇, 我们要拿出, 哎呦, 小欣欣小花花要有请老师, 哎, 老师在哪, 谁大神不跟我说老师讲话, 哇,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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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小欣欣小花花刷起来, 欢迎老师, 小欣小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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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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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兵役的 就是超度的 做法事的这么一个旁边 有一天呢 这个小孟子啊 拿个零发儿那边玩 我们就知道零发儿是什么 我们年代大的人会知道 小朋友可能没经历过这些 拿零发儿那边玩 他们就问他 你这是干嘛 吓一跳 他说 我现在就拿这个链呢 将来呢 我给别人去超度做法事 好像赚钱呢 后来呢 这个孟子的妈妈 你看这还不行 又搬了一次家 搬哪里呢 搬到一个私塾的旁边 学堂旁边 于是呢 这个孟子成了你看 这么了不起的一代一代伟人 对吧 所以这就叫孟母三前 就说明什么 说明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 就像我的老师教我 说这个言教不如深教 深教不如禁教 今天语言的教育 就不如以教育的教育 而以教育的教育 不如以环境的教育 就是教育的 那这个今天的主持人 毛毛 她的妈妈很了不起 在我们这里也流传着 叫毛母五千 就是这个妈妈呀 这个陆慧姐 今天主持人毛毛 她妈妈陆慧姐 因为她本身就是教师 她原来是这个 这个初中的教育 后来呢 又开始学习 北大又开始进学 最后是 北大的硕士毕业 是学这个心理学的 心理学的专家 那她呢就很重视孩子的教育 她从小啊 就懂得环境很重要 所以她给这个 为了这个毛毛的学习 搬了五次奖 她在学找到一个好的学校 而且呢 比如说 这个 这个一年级 这学期 这个毛毛 在东校区 她就搬家 到东边 一定是她家 能够看到草场 然后呢 学校有人会换吧 可能下一学期 又跑到西校区 她就为了这样啊 就再搬一次家 她就这样的一个 结果最后一次搬哪来了 搬这里来了 搬到我们这个环境来了 所以很多人说 怎么可能啊 一个这么重视孩子 还是教育的妈妈 而且一个北大的心理学专家 怎么能够把一个小孩 那类 所以我们向黎明姐带来一个朋友 张大哥 这两位是您的朋友 对不对 那个宋姐和孙姐 对吧 然后这两位是龙高姐的朋友 这个是龙高姐的朋友 这个是吴涛的朋友 是不是 这个是旭然的朋友 对吧 好了 其实我今天下午 因为黎明姐带来一个朋友 还有同一个朋友 我说你记得啊 我们带人来 一定是要讲案例 你没有人不用做案例 我们可能是很多人接触的直销 接触的案例 一来之后就跟你讲 案例好 案例妙 不做案例死翘翘 会不会这样 对吧 或者案例产品好 案例产品妙 不用案例死翘翘 总之不是让你去拉你做案例啊 或者是让你用案例的产品啊 是不是就会这样啊 是不是让人家就很反感啊 那你知道今天 我们的老师 刚才我不是讲过吗 你看在 在这个案例的四大家族啊 六十几年了 为什么今天 在四大家族 这么多年没变过 而中间会加了一把交椅 是我们的世界第一的产老师 因为我们的老师 就连续17年世界第一了 而且老师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世界第一 因为一个人你成功了 没什么了不起 关键是你的成功 我们能帮更多的人 因为我们老师 全世界第一 是帮更多的人 是帮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的老师 就发了个案例 怎么讲 终心等就带着 今天我们的老师财富 就没有老师 来的 他们知道 就我这个小样的 今天如果我停下来 我不做了 我就开始享受了 其实也都还可以了 是真的呀 就也还不错了 就我 我跟我的老师比呢 我只是我老师团队的 就是一粒灰尘 就你这老师的财富 老师的成就是真的 今天老师不需要努力 老师那天大学 老师还在做 还在行动 今天老师已经 很重要的老师 略在其中 所以今天如果陈老师 一休息 老师很多学生 在FC都休息 我呢 我也不会 昨天我开车 要从上海开了 16个小时回来 我今天来了 马上就开始 对吧 跟你们去讲 我也可以休息啊 对吗 但我并没有把他当成 就没有 金属女孩 我是乐队的 其中 那本来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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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姐说 说张大哥要来 那张大哥来 无论多晚 我都必须在这啊 是真的呀 对吗 而且还说张大哥 当时说了 张大哥带来了 这个孙姐和宋姐 那当时没有说 还有这两位姐姐 也没有这个大哥 所以你们是给我意外的惊喜 要欢迎你们和感谢你们 是真的 要很意外的惊喜 所以就是 所以今天我们反而呢 因为跟老师学 就把这个世界当成 就现在乐在其中 当成是助人的 那真的是完全可以停下来了 今天老师是世界第一 老师全球第一啊 那为什么 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定是 我们看到的很多成功人 可能是一个奇迹 但其实所有的奇迹 背后都是有轨迹可循的 对吗 所以今天我们世界第一的老师 都一样的 一定不一样 一样 老师是谁 为什么可能 家里的低音都做不到 对吧 对 这一定是有原因嘛 对 安利是啥 安利是个工具 它是个工具 就是这个工具是干嘛的 可以让我们实现梦想也好 多赚点钱也好 或者健康也好 这是个工具 比如说有体验馆和产品 这是个工具 但是不同的人用 结果就是不一样 那你知道 就像是个工具吗 你不要说 有人用他打电话 有人用他看抖音 有人用他可以直播 你看你用手机还可以录像 是不是 这个工具不一样 工具一样 用的人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安利也是一样 而我们的老师 就是把安利的工具 用的不一样 今天做做世界第一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做安利 和别人的安利不一样 我们在这里做安利 和别人的安利不一样 我们在这里做安利 和别人的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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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不会 你们先不要做 现在也没有资格做 我们在这里先给你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 你看你愿不愿意要 如果这三样东西 你不愿意要 就说明我们的三观不合 就你不太适合在我们团队 是真的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团队 刚才我就跟他们讲 像黎明姐带来的那个朋友 也很棒 我说 我不要做 但是黎明姐做的好朋友 所以如果要让我帮黎明姐 买什么产品 没问题 但是大部分人 是不是对安利是这样的印象 对嘛 就以为安利是卖货 或者如何如何 后来我马上说 我说 你不可以买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在我们团队 不可以卖货 也不可以买货 我跟着老德老师 十一年的时间了 我没卖过一瓶产品 没卖过 很多人说 哎呦 比如你看你们都已经 那时候好多年 没有几年 也很长时间了吧 你看过有卖过货吗 是不是也没有 说安利不要去卖货 如果你真的去卖货 包括很多人做直销啊 做别去卖货 你一旦只能卖货这条路 必死无疑 为什么 因为自古主顾是两家 自古买卖是两家 是不是这样 是 你看 你一旦有个人 一定是这样 中美跟家族是一样 一旦是一样的亲戚 一旦说 你花钱我来顾你如何如何 马上就变成两家了 自古买卖也是两家 如果我是卖方 你们是买方 我们就是两家 对立的 而且顾客是最不忠诚的 而今天呢 我不会卖给你们任何产品 因为我的定位 是要跟你们在一起一辈子的 因为我的定位 大家是朋友 是家人 是不是 所以在我们这里 在我们这里 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去讲 你像我们称呼都和别人不一样 就叫什么哥哥姐姐 在外边就叫张总 我们叫张大哥 甚至二十岁的小孩 也叫张大哥 就因为在我们这里 每个人的关系 是兄弟姐妹的关系 你看他称呼都不一样 什么姐啊 什么哥啊 什么都这样称呼 就是家人吧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陈老师 为什么能做事情 这就是有文化的环境 首先给你三样东西 其他东西 你看这些东西 给我们一遍 有文化的环境 就有文化的环境 因为一个人 你一定是要 在一个环境里边去改变和成长的 你说是不是啊 一定是嘛 就是 就是人是已经被环境影响 最厉害的是什么 是文化 刚才我在下面不也讲了吗 文化 那中国人为什么强 中国人都文化 对吗 中国人都文化强 对吧 中国人都文化强 对吧 不论怎么强 最主要你发现 中国为什么越来越强 你怎么经历再这个事情 打不垮中国 就是中国的文化强 什么是文化 过年吃饺子 中秋吃月饼 端午节吃粽子 这叫文化 是不是 这叫文化 文化 我们到了美国 端午节了 还吃粽子 对吗 然后中秋节呢 还吃月饼 过年呢 还吃饺子 这叫文化 中国的文化很强大 对吗 那今天一个人一定会被文化影响 比如说 我在北京 你们看北京人有个特点吗 就无论你是来 就是来不宜多久 你待一段时间 我们会被北京影响 北京的文化是什么 是标荣 爱国 厚德 你们会发现 北京 你打车 你出车 出去聊 发现 都聊得特别大 是不是这样 你在打车 你跟出车市集聊 这聊得特别大 就是聊到什么 对吧 政治啊 什么两岸关系 什么什么呀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文化嘛 你到了别的城市 就是文化会对一个人影响 你看我们在北京待久了 一定会被这个文化影响 那今天我们如果愿意 再走进一个有文化的环境 被这个环境影响 你看好不好 比如在我们这个环境 我们 这就是一个环境 在我们这个环境 我们 这就是一个环境 我们常常的方向是什么 是无论的 所以 你们谁在外边呢 都听了 你也不给我弄个饮料进来 有没有人性 我包里也有了 这是 因为讲多了会渴 我来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讲多了会渴 你们听得清楚吗 我看你们这谁在 有这么多人在啊 太棒了 因为一个人成长的方向是什么 就是比的方向 你可以在这坐 然后把包里放点 对 你跟成长的方向 什么方向 就是比的方向 一个环境比 别人就 比如说 很多人 比如说比自己多漂亮 在一个环境里边 你每个人在这里边 你就会去弄得很漂亮 会不会 你看外面很多的环境 有的人也比 比谁能花钱呢 比谁能喝酒啊 比谁能花钱酒地啊 有没有 外面有这样的环境啊 所以好像在那个环境下 我们自然就往那方面发展 会不会一定会 对吧 所以一个环境 因为这就是人的一个进取心 或者一个人的攀比心 攀比心没什么错了 没什么错了 一个人没有攀比心 一个人没有虚荣心 就不会发展了 人家不说吧 为什么中国发展很快 这几年 就是因为中国人的攀比心 你看中国人就是什么 你看包括 就看你有没有攀比错嘛 比如很多很多中国的家长 就是攀比心把孩子给毁了嘛 现在根本不是孩子问题 是很多家长攀比 你家孩子学数学 我家孩子也得学 你家孩子学美术 我家孩子也得学 你家孩子学基建 我家孩子也得学 攀比心导致的 是不是 是真的呀 这就是 反而是 家长的攀比心 把孩子 当成了工具 他根本就没有去想 孩子学这个 到底有什么用 对吧 他已经一小 这个问题了吧 你看他年龄子 到底有什么用吗 可能看他 如何如何 对嘛 所以已经很多家长 已经攀比到已经忘了 所以其实没办法 就是中国人的攀比心是很强的 但也就是这种攀比心 才怎么样 才促进我们的发展 比如当年 我们的伟大的 不是毛主席 伟大的 邓小平老人家 很了不起 他当年不就提出来一个口号吗 说让一部分人先 对吧 黑帽 就是 国家支持福祉 因为 在计划经济时代 其实 人们那个时候 是没有分手的动力的 大家都差不多 是不是 你努力工作和不努力工作 我们都差不多 人们就没有动力 很安逸了 就像现在很多的欧洲国家 就是这样的 你看我在德国就是 德国人就是这样的 就是很多人因为 因为你读了大学 你赚的钱 和打工赚的钱 几乎差不多 因为社会福利好 比如说一个单身的一个男生 纳税要纳百分之五十 他的概念是 你年轻啊 你应该为国家多纳税啊 应该多负担啊 所以呢 所以说到了税 都要两万块 一交税交一万 那那个呢 干的工作不好 交税交的也少 到手差不多 那请问谁还努力 谁还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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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就很厉害 我让一部人先富钱 我们就看到身边的人 原本我们都差不多呀 他怎么摆个地摊就赚钱了 我们在工作岗位上 可能辛辛苦干一年的 不是人家跑去一个月赚的钱多 是不是 人家就盖大房子了 穿名牌了 又好穿好衣服了 如何如何如何 潘米奇出来了 这日本干嘛呀 拼命的开始创业了 做生意 努力了 触及了中国的发展 对吗? 其实比是好是坏 其实是好事 但问题是 我们比的方向是什么? 今天你看看我们这个环境 我们在这里边 从来不比谁学历高 从来不比谁有财富 没有 从来也不比谁有地位 如何如何 今天如果我不讲 你们也感受不到张大哥 今天 我们平时是接触不到的 但是你看不出来 对吗? 他很谦卑 这是这个环境 我们老师讲的 一个越饱满的道顺 腰弯的是越低的 对吗? 一个人越成功 是越谦卑的 你在外面很多的环境 你谦卑 别人把你当自卑 是不是啊? 所以每个人里装 什么样子 老师给我们提出的无比 是比什么? 没有比学历 没有比颜值 也没有比谁漂亮 也没比谁 这个能力强如何 都没比 比啥? 第一是比学习 比学习 因为老师说 一个人的学历 代表的是过去 你看 这是英国回来的海归 留学英国的 你看 这个一一 这是哈工大的学霸 我们在北京知道 北京有个北四中吧? 是不是? 北京四中很厉害吧? 他那个高中在哈尔滨 是个北四中齐名的 是全国四所高中之一 叫哈三中 很厉害啊 在哈尔滨提哈工大 也很有名 但一提哈三中 比哈工大还有名 哈三中 你看这就是学霸呀 你看 跑跑你们都知道了 在英夫教育 是全世界的销售冠具 其实我们并且 学习 这个学习过了 这个 刚才 明峰 明峰如果听到了 可以记得打个招呼 给我们看一眼 因为这个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对 那个明峰 他听到就这种记忆来了 他是上海嘉定区的高考状元 考到了清华 他是清华的硕士 他老公是清华的博士后 你看这个富城很优秀 但是这说明啥 说明只是学习过的经历叫学历 只是你过去了 只代表过去 那一个人都有钱呢 一个人的财力呢 代表啥 代表现在 现在我们都有钱 但今天有钱 代表未来有钱吗 不一定 对吗 不一定 你说会不会通货膨胀 会不会贬值 都不一定 那你说 过去不是万元户的时代吗 过去如果谁有一万钱 你现在一万钱 是不是啊 好了 十五十年后的钱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稍微聊点 聊点题外的 就是 但是跟我们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跟经济有关系的事 我们就讲美国吧 你看这次的疫情 多恐怖啊 美国昨天新增17万 现在美国感染住 美国人口 感染3800万 就是说不到十个人里边就有感染的 死亡已经64万了 64万8千人死亡 这么恐怖 对吧 对这个就是清华的 你看 这是清华的硕士啊 多厉害 对吧 高考状元啊 这边这么恐怖 高考状元啊 实在 实在 这个 我们 我们 要干点啥别 但是让我们重新高考 让他在 能当高考状元不容易啊 对吗 状元是干啥的 你看过去的状元 天安门 不是天安门的 就固定了 他们的 固定了 只有 只有那个 那些 那些 对吧 那些 对吧 那些 对吧 过去了嘛 嗯 表示你学过的经历嘛 那今天 我们的财力呢 我们讲到 刚才讲到美国 你看美国为什么说 美国人不怕死吗 美国人为什么不隔离啊 为什么不像我们 一下子停下来啊 如何如何如何呀 因为美国不敢 就做不了 美国经济本来就泡沫 它一旦一停 很多的股票都会跌 哎呦 我们 武汉疫情 就封城 那么一段时间 哎呦 经济要损失多少啊 你想想 人们都不消费了呀 烧烤店要关了 餐厅也关了 酒店也关了 这整个的经济影响多大呀 所以我们中国有多有实力 对吧 那确实是 是以人民的消费 但美国是以经济的 美国现在已经严重的 已经很严重 那美国现在干嘛呀 他为了救自己 批命印钞票 美国在印钞票 印钞票都能印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印 印了就通货膨胀了嘛 对吧 你印了 明明十块钱的东西 就得一百块钱嘛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九箱钱没了 通货膨胀嘛 就不能随便印嘛 但是美国为什么印 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 美国印了钞票 是全世界六十亿人给他军摊买单 就他带来是全世界通货膨胀 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搞一万一路 为什么我们去搞数字货币 就可以绕开美元 对吧 就不说他控制了嘛 这题外话 就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就有点危机感 对吧 今天我们无论多少 多有钱 只代表现在 我们不敢保证 我们的钱 未来还能让我们养老 对吧 未来还能让我们意识有不一定 那什么代表未来呢 就是我的老师叫做学习力 学历代表过去 能力代表现在 学习代表未来 因为只要我们 用学习 能够设计的时候变化 比如说 这样 教我的 小于C等于D L就是英文的那个学习 论 然后那个C就是称子 所以我们学习的速度 如果小于了外界环境改变的速度 就意味着什么 死亡 就今天社会变化快不快 不要很快 那中国人为什么很强 你看这次中国 对吧 但你就不要适应了 那为什么中国大数据多厉害啊 很厉害啊 大数据啊 中国大数据就太太强大了啊 那为什么这次的疫情 说一个是医务人员企图功劳 然后就什么 程序员 背后啊 其实很多人在付出 是真的 所以所以今天 今天这个社会很快 社会 我们 反过来如果我们 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节奏呢 你看现在我一直在强调 我跟每个人讲 你们千万不要追着钱赚 追着钱赚的人 永远都赚不到 是真的 因为钱比人跑得快 所以钱是四个角 人是两个角 对吧 所以人追钱追不到 钱追人跑不掉 过去 为什么我们要读书 为什么我们要有高度学历 因为你知道 只要我有好学校 我毕业了之后 我一定会赚钱 是不是这样 就过去为什么讲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所以家长 无论是花多少时间精力 培养孩子都要读书 其实讲白了 读书是说我们教育一个人 在做多创数之后 没钱赚的情况 还愿意来 但工作上去 那就是 这些孩子 放大 他确实能保证工作 有其他赚 是不是这样 在现在为什么已经不是了 现在大学 有很多每年 每年有几百万大学毕业手上 找到工作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 你考上大学 大学毕业 就已经有钱赚的时候了 这个时代变了 对吗 那过去 人家上大学就有钱赚 不就意味着 我现在有点钱 就是我们要学会自己学习 自己成长 钱是有流向的 财富是有走向的 这个时代 不同的时代 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去分析这些 因为我是学经济的 我没时间分析 但其实财富 在每个时间段 都是有走向的 比如计划经济时代 它怎么怎么流 市场经济时代 它怎么流 它都是一个某个之间 它都有走向的 你能够 你能够 一只财富 能够到财富哪走 你事先做好准备 等着你钱不就来了吗 对 但你看很多人是不是跟着钱走 发现人家干净赚钱了 做服装赚钱的 你又去了 你一去的时候 发现你又赚不到钱了 你说卖房赚钱 你又去了 你一去又赚不到钱了 温商又买了 哎呦 用抖音吧 你又去了 你看今天 今天发生的事情 一个网红 为了涨粉 哎呦真的很可怜 一个女孩 一个网红 然后徒步去西藏 结果她正直播的时候 听了啊的一声 黑屏 这个人就不见了 今天发现了尸体 对吧 被人害了 不是车祸 到底什么原因 还不知道 他为了涨粉嘛 对你网红 你找点话题嘛 对吧 那徒步都徒步去西藏 他一定是 对吧 而且他去一个无人区 因为你这人就是这样 你越是无人区 人们不越好奇吗 对吧 对吧 就他去嘛 结果你看 哎不容易啊 很多人说我想 包括像齐静做什么小红书啊 做了很多 其实那个实在已经过去了 对吧 当真的走下 在留下的时候 提前 预判的人 提前不好准备 你在那等着 全来都是你才能赚到 等后面那些人 在来的干嘛 都叫两个字 叫什么 韭菜 被人割韭菜了嘛 对吧 你一来就被人割韭菜了 所以你必须要提前 提前预判呢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学习 因为学习就知道 这个社会的变化 学习才知道这个财富的走向 今天 不今天 前两天 人民预报推出一篇文章 说后裔型时代的军军 人民预报讲的呀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 一定要爱上跟健康有关的事业 做好了 有钱 做不好 有健康 成功了 显眼 不成功 挺年轻 你看 人民预报讲的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我开始是什么 我们开始也没有趋势 对 是不是 我们已经走在大健康这条道路上了 也没有趋势了 第二呢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对 为啥 因为我在十几年前误打误撞 就已经开始走进健康产业了 对吧 所以今天 不也还算 很年轻吗 以前省眼的吗 是不是 对 就省年轻和省眼吗 你看那不挺好的吗 对 好了 人民预报讲了 这是大健康产业 是外来的趋势 所以现在要干嘛 为大健康 要做好准备呀 财富那边走了 很多人今天还是将信将疑 很多人都是 但是真的你想想 你说这个疫情 它是推动了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对吗 全中国 那是确定 这一刻 这么重视健康 从来没有像这一刻 这么重视自己的免疫力 原来谁说免疫力的事啊 对吗 所以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时代真的来了 所以现在你要开始做好准备 什么准备 你做大健康产业 得先让自己健康 我们不健康 你怎么跟人家讲大健康产业呢 对吧 你也不能说 我跟你讲 大健康产业是未来的趋势啊 然后人家就说了 哎呦 你都干成这样了 还大健康呢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我们就让自己真的很健康 所以要多来干嘛 多来学习健康的知识 所以我们是等于说要干嘛呢 让自己变健康 同时呢 要传承 不讲 我们就走这条路上 就要学嘛 做一些健康的知识 你看刚才我为什么会跟你们讲到 为什么一个人做了就困 爬又睡不着 那我不学我也不知道 这叫中医讲的叫什么 叫虚火外头啊 对吧 嗯 我强烈建议你们 每天中午12点到1点 听我们团队的文强老师 每个每个每天的一小时的直播 他每天讲一小时的这个中医的话题 每天一小时 对 我已经听了两天了 因为他才直播两天 昨天一边开车一边听 今天中午又讲了 就每天12点中午12点 他就六月余时间嘛 你每天都听啊 每天听每天听 他那个 他的视频号 他的视频号 我发给你们哈 他的视频号 我发给了那些 每天中午12点 反正你上班 一般就听的嘛 每天累积每天累积每天累积 非常好 就是你要为 你要为健康产业就准备 那你看文强为什么今天 他拥有了很多的粉丝 你看我都是他粉丝了 为什么就是他15年前 他又选择了健康 他又开始学习健康 是不等于他做好的准备 今天大健康产业来的时候 他准备好了 你现在还不完呢 现在刚刚开始啊 未来大健康产业会更加飞速发展 这个市场潜力很大 大健康产业就叫蓝海 真的就蓝海潜力很大 而且现在这种情况你们都知道 这个疫情是没完没了了 就人类就已经跟病毒共存了 就没有办法 你说现在你说怎么有办法 全世界都在爆发 中国控制的多好 但你看不也是 我都在上海上海回来了 上海上海满车 在铁迹成铁迹成铁迹回车 为什么我都不做飞机 不做开铁 都开车了 会走这么远 对吗 你也开车了吗 所以说真的啊 现在我们要开始重视这些啊 未来的趋势啊 人们都很 因为你病毒你改变不了的 而且病毒它很简单 病毒的它很容易裂变 它很容易升级 它不能在裂变 因为人是很复杂的 人的减化 人的减化 所以我们跟不上病毒 没办法 对吧 所以只有什么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所以你想真的想把它干掉 不太可能了 包括疫苗 对吧 疫苗打完之后了 但是你看 你不就是病毒变异了呢 又没用了 是不是 所以真的大地方产业 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刚才一讲到 我们这个环境 说到第一比较比学习 所以你发现每个人一进来 你无论是清华的 状元 你还是海归 你还是学霸 还是谁 你没发现 每个人都特别爱学习 那我们想一件事 你也一个人一直学 一直学 如果反过来我们 一直不学 今天没感觉 明天没感觉 过一段时间突然发现 今天电一张没感觉 今天你们来了 电一张没感觉 你明天再电一张 也没感觉 你电一年呢 365张报纸 多高 把你电起来了 是不是 所以它是个累积的过程 所以你看我们一来的 你们比什么 比学习力 第二比啥 今天我们要学会 今天我们要结交更多的美好的人际关系 都去为别人付出 你为别人付出 你的人际关系好 将来我们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 你才能有更多的人来帮助你 是不是 就像今天淘淘姐帮张大哥去跟你们去开聚会 那是不是就付出 因为跟你没关系 跟她没有任何业绩关系 对不对 你看明峰是不是在这一路上 是不是帮了很多黎明姐和张大哥 是真的呀 但是你看她为什么都愿意去付出 那一姐更是来 那整个的团队会付出多少 她每个人是怎么去付出的 是不是每个人都付出 所以我们这个环境是要比付出 所以每个人都是为别人付出的 而且我们慢慢会变成有习惯 我为别人付出 会变成有很快乐 因为你给别人的快乐 你给别人的快乐 你给别人的快乐 一定是嘛 当我们就给别人的 你是很快乐的 一忘了是不快乐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每个人很快乐 因为我每天都在付出 我带别人做事 但是今天我们为别人做事 你帮我 我帮你 帮我帮我去帮自己 为啥 因为你为别人付出 跟别人一样 也会回到你的身上 对吧 有一次 我的老师 世界第一个陈老师 老师的儿子 老师的儿子也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有一次老师的儿子 在台上演讲 一上台 下面上万人 然后呢 他讲一句话 讲完之后 我们所有人都当作惊呆了 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这么讲 老师的儿子上台一讲 第一句话 说 其实我的妈妈 是全世界最自私的人 我 你谁不知道老师的大爱 我们谁不知道老师的 老师都是世界第一 老师每年 就做 跟老师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老师都帮了我们多少 他儿子这么讲 但是我们都吓坏了 说是什么原因 什么事 结果后来呢 他说 说我的妈妈这么多年 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别人 而今天呢 这么多爱都回馈到我的身上 所以让我今天在这个事业里边成为FC 你看 听说老师很自私 其实是这个意思 那事实也确实是啊 对吧 比如说今天明峰 如果你为每个人好 你为每个人好 你为每个人付出 所有人都被你感动 你将来谁看到晚儿不想帮他 是不是 那他不是你的最爱吗 对吧 你发现所有人都爱他 你说这个孩子 你就会来越好吗 是不是 是不是为什么说 在这个事业里面 我们真的明白了 最大的自私就是这种子 这无私就是不私 老是保留的环境 我们都愿意为别人做事 就你付出嘛 我们在这个事业里边 哪些人很难成功 就每天只想着自己 不想着别人的人 自私的人 你是很难成功的 因为一个道理 今天如果你自私自利 如果你谁便宜都占 你跟赵敏在一起 想方式法挣点便宜 你跟艺人一起也挣点便宜 你跟艺人一起也挣点便宜 你都值得你自私自利 有一天 大家看到你的女儿 也是远远的 所以这妈叫做什么小孩子的 哈哈哈哈 我还满黑脑了 你还要看 你感谢你的妈妈这么能付出 对吧 老师都很爱你 是不是 真的呀 你说这是不是 那这 这一天是一样的 付出 相当来我们的 人 是等于是跑跑的市场吗 你看我一天说个跑跑的 你看我都很开心 为啥 因为他付出很多呀 他人员很好啊 那如果跑跑平成人员不好呢 一天说跑跑团队的 我们就说 啊 跑跑啊 你俩必死无疑 对吧 你们也是一样 如果一来了 他说 说谁的朋友 张大哥 他说 不是 张大哥呀 对吧 然后你一来谁的 序言的 序言的呀 完了 你都不知道是好事 你说你就你就死翘翘了 那反而为什么我们一听说 序言的 他说序言的 他没进来 你看你在 选位置 因为序言付出的多 我们每个人都要 就是 你看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爱付出 而且把付出变成一种快乐 没机会付出 他哭呢 对吧 就这个家伙 你没机会付出 他哭了 对吧 你怎么会没机会付出呢 会有机会的 只是你还不会付出 你先来学 你还知道怎么付出吗 他说 我没机会付出 还哭 我急哭了 你看多棒 真的 就是这个环境 比学习 比付出 第二 第三个 比谦卑 所以我们并不比 谁有钱 谁学习一包 谁多牛 没有 是比谁更谦卑 因为一个人成功 一个人优秀不可怕 可怕是什么 他越成功比我们还谦卑 对吧 你看这里面很多人都很优秀 特别张大哥 但比我们都谦卑 是真的呀 对吗 我们谦卑 一个人 弯得越低 你蹲得越低 你跳成越高 一个人就怕认为自己已经什么都有了 因为这个环境你没发现每个人一进来都很谦卑 你看这个也不像高海状元的 一般的状元的你又是啥样啊 对吧 你看这也不像世界冠军呢 一般世界冠军得多牛啊 你又是啥样啊 这都不像 每个人都很谦卑 但是这个环境是不是我们都愿意来 对吗 那第四个呢 就比感恩 就我们要有个感恩之心 这也是我的老师讲的 说今天我当时跟上我的老师啊 是不容易的 我当时 我当时跟上我的老师 我是给我给陈老师 打了一年的电话 打一年电话啊 世界第一啊 而当时老师 我只知道老师这个坐机 老师一次的那节目 老师把电话打开了 那老师说 你们经历了 老师后来可以带你 老师经常给你打电话 教你一句话 让你人生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我特别兴奋 世界第一直销太多 要教我一句话 我一定想着 教我怎么卖货 教我怎么找人 教我怎么上业绩 如何如何了吧 这句话讲完之后 我很失望 当时不懂吧 这句话是什么 是别人为我们做什么 都是不应该的 因为我们为别人做什么 都是应该的 就教我们什么 这句话什么意思 别人为我们做什么 都是不应该的 要心怀感恩 老师说 你把这句话做出来 会让你人生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我没感觉 但是真的这11年的时间 我跟着我的老师 我尝试着把这句话 一直做 一直做 今天真的 无论我的家庭 生活 事业方面都越来越好 就是六百之地 不过是夫妻关系 同事关系 母子关系 对吧 很多关系 搞不定吗 那搞不定不是能力的问题 是心态的问题 如果今天我们认为 别人为我们做什么 那都是不应该的 心怀感恩的 比如说今天你们对我的好 对你的信任 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我心怀感恩 所以我才会乐在其中啊 今天黎明姐跟我讲说 她要来体验馆 我本来想今天要不然就不来了吧 我昨天刚开车了 我离开北京已经20天了嘛 我是刚好收拾收拾家里东西嘛 而且今天办公里跟搬家一样嘛 买了好很多东西嘛 我先收拾收拾吧 就黎明姐说她来体验馆了 所以说还有恒威姐说你想我 她说想死我了 我说那还好我来的 对吧 那其实因为有些人 你们对我的珍惜啊 我认为是不应该干嘛 算我来的也是对我最终的嘛 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 包括夫妻之间 你看我跟我老婆的相处 他对我就好 比如他跟我做这餐饭 还是他对我如何如何 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那如果我们人和人之间就怕什么 这话就应该的了 为什么很多的孩子不听话 他认为父母为你做的是应该的 对吗 我们人说你看你生我养我 你给我花钱不是应该的吗 对吗 对 所以你问问题就出来了呀 这没有感恩之心的 人和人没有感恩之心 你不就很生气吗 这第二句话不就是说 我们为别人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付出不求回报 这句话很难做 我也经历过 说我为你做这个做的好 发现好像给不到回报 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人就有这种 心理 你就不快乐 甚至是不是很多父母 在这一开始 爱你这么多年 付出这么多年 养你这么多年 没用怎么怎么样 你是不是很生气 就得失心 对吧 得失心 所以你看老师就教我 把这句话做出来 真的这句话开始做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 当我对别人任何人付出 我不求回报 是真的不求回报 一开始不太可能了 但是慢慢慢慢的时刻提醒自己 稍微心态有点变化 马上就说老师告诉我了 我为别人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不要求回报 你开始就很乐于付出 做事 不求回报 但最后你会发现不求自得 真的不求自得 而且你会很快乐 就是心态很重要 为什么老师说观念决定了成与败 而心态决定了负与乐 所以我觉得心态是很重要的 对吧 你跟老公吵架 不是心态的问题吗 是不是 你怎么 怎么样 你怎么心态有问题吗 那你反而想 你说我为家的付出是应该的 我不求回报 那你的老公对你的好 是不应该的 你感恩 你会不快乐吗 是不是 你可能就快乐了吗 真的这句话多厉害呀 但这是当年我的老师教的第一句话 就是让我人生立于不败之地 我今天把它做出来了 真的变得越来越好 对吧 不信你们好好去体会这句话 你的人际关系好了 你就快乐了 那今天我们的人和人的关系好了 快乐了 你身边不已聚人了吗 是不是 所以你看老师给的文化多厉害 第四个是比感恩 第五个呢 比坚持 比坚持 就是你只学习一下 坚持感恩 坚持坚卑 坚持做 上面那四个坚持做 就了不起了 所以你看比学习 比付出 比坚卑 比坚持 比坚持 我们是在这样的文化下 不断没有成长的 请问你愿不愿意呢 你带来的人你先问他 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 学习 付出 谦卑 坚持 他说不行 愿意 我不要付出 八字不合 你觉得八字不合 是价值观不合 那我们就不要让这样的人 跟着我们来做 所以我们就在一起的人 一定是价值观很吻合的人 今天 李宾姐带来那个朋友 他一听我讲完这段之后 马上就说 所以很多价值观太吻合了 下次也一定来 你看 根本不要来讲案例 所以第一个 所以我们要给到别人 一个很好的 一个环境 有文化的环境 我们一起来成长 来一起来做无比 那第二点呢 你要给到别人什么呢 你要给别人一群良食一友 今天 你带来的人 只要走进我们这个环境 你会发现一件事 所有人都是为他好 你们都体会体会 你们有发现当你在这一刻 所有人发自内心的时候 是为你好 是 你们体会体会 对吧 有的人可能有能力的 就多跟你讲一讲 有条件的就多去跟你说一说 就把希望你看懂 对吧 那有人实在没有人鼓励你 你很棒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啊 就是你很棒 现在有了很多小孩 也发现不知道怎么办 就说哎呀 我去那里吧 你这样的环境呢 别人 不太大 你算了吧 你为什么 因为别人都是在外面的环境 都是怕你比他强 因为你比他强 不想他不强吗 在这不是 你发现吗 是不是啊 这就是我们老是打的环境啊 那你有没有信心 你把人带进来 有信心呢 就像黎明姐 为什么把老公带进来 他们现在共同的目标 是要把女儿带进来 对 属独不食子啊 他们为了要把女儿带进来 是会复兴的 对啊 属独不食子啊 那为什么呀 他一定是希望女儿 谁也在这个环境 做无比健康成长 他也知道 只要把女儿带进来 是一群人为他喊 这个小孩错不了 对 刚才讲课的我外甥 已经跟我在外环境 已经十几年了 他这么多女儿 十几年 他从这么大 他比马上稍微大一点 这么大 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了 每个人是鼓励他的 每个人为他好的 但是又撕摇 交他英文 对吗 所以他英文好不好 就取决于私谣的水平 也不重要了 对啊 你看他现在每年 可以做海外旅游 对不对 为什么 如果要我这里 你来了 所有人都是什么 有些露脚的 对吧 都是那种负能量的 他会把女儿带来吗 我一讲话 就把女儿抱走了 是不是 福安尔的这里 每个人都希望 孩子在里面被熏陶 是 真能量 对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当我们打一个 首先 首先要给他一群的好 让每个人都得好 他都可以成长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给他什么 给他一个名师 因为一个人 一个人 其实我们都要成长 就像这次我在上海 有一个 他是1300亿身价的一个企业家 1300亿 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然后他呢 就是请我们的陈老师 我的老师 在最贵的牛排馆吃饭 然后希望跟老师见面 跟老师学习 老师没去 其实老师也不是轻易出现的 后来呢 我们就问他 说你都这么成功了 你为什么还要给老师学 很有态度 然后呢 他说一句话 让我们所有人都很震惊 他说首先你们认为我很优秀 但是优秀无止境 你看这句话 你们虽然认为我优秀了 他是74年的 70年的 就是成绩 极度很好 但是我们人都很优秀 那你们谁认为自己到头的 对吧 曾经某些人就认为自己到头了吗 对没有上这个空间了 比如说我们的一姐了 跑跑姐了 曾经 都认为 你说我这差不多了 大头了 对吧 就你看人家认为优秀无止境 对一个人再优秀 你还有空间吗 但是他说我还想成长 我还想优秀 我需要学习的榜样啊 因为一个人 你没有学习的榜样 你怎么学习呢 学习需要榜样的嘛 所以他说为什么会选择跟禅老师学习 他说因为老师的三点 是他这辈子要学的 第一是老师大德 就老师的后代物 老师的后代物 就学德了 当然 第二个他学老师什么 学老师的大爱 就老师的爱心 老师的大爱 第三个学老师的大气 就老师的大气 为什么老师很大气 他说 他看到很多人做慈善 他也做慈善 说有钱捐款就做慈善 然后呢 一人的裸捐 就是把所有钱都捐了在裸捐 他说从来没见过一个人 借钱做慈善的 我们陈老师当年在创业的时候 当年在安利当中赚的38年前 老师当年是39年前做安利 然后老师是两年的时候 做到了高级经理这么一个职级 然后年终奖金就100多万 当时老师是白头奇家嘛 老师没有车 没有房 生活很贫穷 那100多万 30年以内100多万 是可以买一栋比赛的 安利当中赚了 我自己买个车 我买房 改善我的生活 而且我自己努力得到的嘛 尔然是没有 老师又去借钱 借了几十万 准了两百万 捐给了老师家乡 成立了一个 这个贫寒奖学金 你说 当时谁也不理解 甚至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做慈 那么你让你做秀你试试 你舍不得呀 其实不是做秀 就像这次的红细尔克也是一样 很多人也认为红细尔克是不是 在做营销啊 不是 他在 可以损两亿的情况下 给这次郑州的洪灾 捐了5000万嘛 对嘛 所以所以说很多人是不是放红细尔克本来卖不去嘛 对嘛 所以很多人开始去买他东西了嘛 就为了他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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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动嘛 我也买了 他就一个红细尔克衣服和席 他要帮着 对吧 你看 上海 这天主这个鞋 这个鞋6000多 然后的红细尔克呢 差300多 啊 红细尔克也很便宜 三四百块钱 我们这百块钱就可以买嘛 对嘛 所以结果呢 我我在上海好几天一直穿红细尔克 对吧 我买了很多 我来那边我买个prile 就要买个成细尔嘛 所以很多人就买了一颗嘛 但是他真的不是说 我们的老师也不是 也不是说老师说魏灵晓 不是了 后来我也有问老师 我做老师的秘书啊 跟老师很 就是比较亲了比较近了 我私下也问老师 老师您是怎么想的呢 他老师说 老师第一 第一我在安利里面赚到了第一个一百万 我就相信我在安利将来能赚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因为我知道安利真的可以赚钱了 那以后我就继续努力赚的钱更多呗 所以将来我一定会我一定会有钱的 然后老师说第二点 他说那我就认为我赚了这笔钱 我应该给到哪些人 比我还需要的人 因为当年陈老师就是拿着贫寒奖学金 才考到台北师专 才考出来的 就如果没有这笔钱 很多孩子老师家乡很穷 连不出的机会都没有 老师在人生在老师是39岁的时候 做安利 老师在49岁的时候 人生没有一栋房子 没有 老师赚来的钱都做了慈善 或者是学习做很多事情 老师都在去做这些事 而现在呢 老师全世界有五十几栋宅 这些钱哪来 都是安利赚了闲钱买的 一有闲钱了就买个房子 一有钱就买个房子 现在是不能买了 因为买房子很麻烦了 不能再买了 所以你看有一种真的叫不求自得 对吧 就像他是学老师的大器 所以今天我们走进来 你说今天我们带我们的人走进来 你先不要给他安利 像你来三样东西 第一个 带你这个环境 看他愿不愿意在这个环境下 第二个 他没有这些朋友 每个人都为他好 他也愿意为每个人付出 愿每个人好 第三个 他愿不愿意 跟上世界第一名词去学习 如果这三点他不想要 安利不太适合他 你不要一来就跟他讲 简安利简安利简安利 但如果他这三样他都想要呢 那不就好了吗 我们价值观吻合呀 对吧 你怎么做安利 如果他是这样的人 就跟我们一起学习会成长呗 那他是不是也会带来 和他一样有价值观的人 对吗 做安利赚钱 就是顺手的事 顺便的事 怎么顺便的事 不要去卖货 也不是把货买回家去囤货 都不要 干嘛 就换个牌子吗 换就好了 那我讲三三列 三三列是我们世界 集40年的直销的经验 总结了一个秘诀 三三列 今天我讲了两个三了 一个是三本 就做生意要有三本 本钱 本事 和本人 对吗 但安利呢 本钱 阿利公司出 你看这样的体验馆 我们不花钱 阿利公司出 然后 你事呢 有人交 因为我们是一个表情 那本人干嘛 本人来学习就好 我们在别的行业 你说生意要不要本钱 要啊 你是有人交吗 没人交 没有人交你 对吗 因为同行是冤家 谁给你教你啊 那本人呢 你要付出多少啊 对吗 而今天安利呢 你本人只是要认识来学就好了 而且将来你本人不用再也有钱赚 比如等一下我们的鸽子回家了吧 对 是不是 要不要刷牙 晚上学校之前 对吗 都是用安利压膏刷牙 你看 这么多人用的 是不是 线上呢 你看都举手 更多吧 几千人 你看 连他都用 要不要洗脸 对吧 那要不要 那洗脸 要不要用洗面奶 要 那谁是用安利的洗面奶洗的 就这些就好了嘛 要不要喝饮料 要 要啊 你看线上来 干一杯 你看很多人举了 喝饮料 这不就好了吗 那你看 我本人不在 我也没看着你洗澡吧 不用看吧 对吧 你没有就好了吗 算个牌子就好了嘛 所以本人不用在 就有钱赚了 那我上海的市场呢 我就能看过来 上海的 广州的 还有台湾的 还有美国的 你看多算用吗 是不是 这个生意 这个事儿就好了 你本人不用在 都有钱进来 对吧 你看三本 那还有三值 三个值得 三个值得就是 第一个 对 迷人的生活方式 第二个 收入不受限制 第三个值得是什么 有人教有人帮 这三个值得 最后呢 是六 叫换个牌子六个好 我把这三个牌子六个好讲完 我们就下课 好不好 我不知道那个顾强在不在 因为下午 我带安他 我买成 买成的鞋上奖 换牌六个好 换牌六个好 就案例很简单 记住 我们千万买 就是只是换 就是只是换 反正都刷牙 就换个牙膏 反正洗脑就换牙膏 因为你不是额外花钱 是你原本就要刷牙 就换个牙膏 你原本就用牧鱼路 你就换个牧鱼路 那为什么 又换案例了 是因为案例产品好 给你任何一款案例产品 三百多种 你随便拿一款 然后再给你三年的时间 你去外面找一款 比案例更好的产品 你找不到 不信你是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 我是理工男 我是计算机的 我在华为就做电子工程师 你像龙高姐 也是做工程师的 对他理性 一开始也不信 他不吓张了吧 真的吗 但你可以去试 你随便找一条案例的产品 就这个河喷吧 给了你之后 你去外面找 你能不能找到一款口喷 比他好 这个也要 给 你随便找 所以 说明案例产品值得用 对吧 为什么我们也没用 不了解 你卖给人家 他不了解 他不会用 我们 白了张大哥 原来就有案例的人 卖给他一台安律净水器 结果呢 他不知道净水系好在哪里 放在家里没用 天天呢 还买桶装水喝 然后还说桶装水多好多好多好 还是上次 明峰 是明峰去的吧 对明峰 我们去张大哥家 明峰给张大哥一展示 净装水和净水水的区别 张大哥立刻进来了 特别是上的小灯泡 不要就这样了 这灯就不要 怎么这样呢 他要多四天就 你看他也买了 这花钱买了 对吧 十几年前 张大哥和黎明姐 就买了金锅 安律金锅了 结果呢 放在家里十几年都没用 都没用啊 我这次去上海也是 上海的涓涓和春剑 十几年前就有人卖 卖给他金锅了 对我都没用 因为会顺坏了 也不会用 你看这次做安律之后 开始聊一聊 发现原来这是个宝 原来是生财的工具 看你用什么了 你看是不是 为什么不能卖货 为什么很多安律 为什么被很多人给做的 特别不好 就是你胡乱想把产品推给人家 不负责任 明明好产品 你用不出效果来 是不是啊 所以为什么安律不要去卖货 我们都连了解产品 也不是说 不理不算的 同样的压高 我们的更便宜 算得正好 为啥不换呢 团案的沐浴路 那好 为啥不换呢 所以你换就好了 你来想一件事 像我原来也喝野料 我们家野料原来就一大堆 什么 毕丽城 可乐 雪碧 一大堆 什么对吧 什么哇哈哈那些 什么葛娃斯 很多那些野料 真的 对啊 特别多 你家里那个野料 我也买了很多 也花了很多钱 而且那些野料都是糖 而且都有添加剂 好了我们的野料 没有添加剂 没有糖 又好喝 而且能安全健康 这里面还有卫生素 还有矿物质 还有牛黄酸 都是这些东西 那我就换个野料就好了呀 那好了 我准备一万人 每一天喝一罐人的饮料 对吧 就是换个钱的嘛 你还组建团队嘛 但是找哪些人 你要找像我们这样 哎 价值观一致的 喜欢成长的 喜欢学习的 喜欢付出的 喜欢愿意被别人做事的 带一群人 大家在一起走 换个产品 是顺便的事 钱就有了 钱就有了 就是换 各位有哪六个好 第一个好 六个好 第一个好 用上环保的和天然的产品 安利的所有产品 都是环保和天然的 所有都是一样 就这一个铁喷 这里边就暗藏玄机 它们能喷吗 大部分能喷的 都需要推进剂 你知道吗 大部分的推进剂 就是服务 推进剂 它会对大气的臭氧层 带来影响 而安利的推进剂 包括我们空气喷嚏推进剂 推进剂 它都为了不给 空气带来污染 用的碳氢化合物的推进剂 就没有任何污染的 就一个推进剂 所以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安利的产品 每个产品里面 它有多少的 小窍门 你们谁还有饮料 你们都知道 就这个饮料 是不是有的时候 我们开饮料的时候很费劲 你们都知道吗 其实也这次我才学到 这个饮料 下面的设计 刚好能开一个袋 对 你都不知道吗 就不用手 不用手的时候去抠了 这都是一些小窍门 就为了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 阿里人多用心呢 对吧 你哪个人要对着这点 拍就开了 就这个 你那个 下面那个 怎么刚好在下面这个 这个人 那一开就开了 对 空的就展示不了了 对 你再拿一个新的 就啪开开开了 没关系 你们回去自己去试 所以你看 阿里人很多的产品 对 这么一拍就开 这些设计 你们是不是也看到 有个人说阿里蛋白粉 阿里蛋白粉是不是里面 有一个防潮包 很多人认为是防潮的 你把他拿出来 其实他不是防潮的 你知道这为什么 因为 阿里蛋白粉 它是不是从那个 那个大豆 或斑豆里面提炼的精华 安基酸 对吗 那这豆子是不是有豆腥味 它那个酸是吸豆腥味的 那里面那个 黄潮包 是吸豆腥味的 所以你不要拍扔了 所以你在里面放着 越久 他那个味就被吸了 所以阿里公司的产品 他真的基地求情 你根本不知道阿里的产品 好 阿里的所有的产品 都是环保的 和天然的 所以你只要换的时候 有第一个好 又是好产品了吗 对吗 你生活品质就提升了吗 第二个好呢 就免费用 因为阿里的你只是换个产品 你会发现 你换个产品之后 等你再用好了 你再给别人分享 阿里公司就寄你账 就开始免费了 但是一开始不多 比如说我一开始 第一个月在阿里里面 三个月起来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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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 免费 对吧 我也没干啥 我只是换个牌子用 阿里公司就开始 给了一些粉碱了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比如现在像我 最后我来讲 没关系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我们这样可以随便聊 对吧 没事 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一下 我一起解答 这样就更好一些 因为你的疑问刚好可能也是别人的疑问 没问题 你们随时可以打断我去讲 没事的 我们就是聊天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看我讲 现在我的所有的阿里产品 都是免费用的 第二个好 你看你们也免费用了吧 就免费用了吗 第三个好呢 就是赚钱用 我除了做阿里 十几年了 我没做过别的 那今天我在美国买的房子 菲律宾的两种房子 广州的房子 北京的房子 你看我买的车 有什么 然后我回来 这次 在上海 在买的 他回去买 在相待的时间 结果后来 老师后来就离开上海去了澳门 我想算了我们就开会 把那个我们的车开回来了 就也没买 你说这些钱从哪来的 就是换个牌子第三个好而已啊 就这么简单的 我没有做别的生意啊 真的你们跟我十几年了 你们看 他跟我十几年了 我也做过别的生意吗 我也打过工吗 没有 就是阿里给的 就换个牌子第三个好而已 那第四个好呢 就是 环游世界 我阿里公司免费要求我 已经走了全世界应该几十个国家了 就基本上都去过了 该去的都去了 真的基本都都去了 那第五个好呢 就是自由和保障 就是自由和保障 就阿里这个事业 你做的东西有自由的 今天我来不是要上班被逼无奈 是我的选择 我很开心 我愿意 你看 我来讲课的是我外甥 我妈妈只是顺便跟我们一起 就延伸出几个市场来 人走了 这个保障留给了后代 你看 留给我外甥了 所以等于说为外甥留下一份保障 成那个团队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是有保障的 这是换个牌第五个好 第六个好 就是可以做慈善 做慈善 可以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 可以做一个可以拐的人 对吧 所以这个世界只是换个牌子而已 就是换个牌子留个好 就是说今天我们世界第一 成老师的经验 怎么做案例 记住了 就做三三六 别去买 别去卖 就是第一 一两三本 要有本钱 本钱公司出 本事老师教 本人认真学 上个第一 他生活方式很迷人的 自由 很自在 很自主 对吧 所以说他的生活方式很迷人的 很快乐 就像我们每天 就这样 风吹鸡毛自然一醒 因为上面没有老板 下面没有员工 很自由自在 第二点 第二点呢 就是他的收入不受限制 因为打工的收入受限制 因为 你不可能一直越来越多 你再高就犯错了 你怎么敢 你看超过老板 不可能 但是我们做生意 我们也不敢收入越来越多 因为你的收入是靠投资的 你投资一百万 投资一千万 你再投资太多了 你可能一夜多几房钱 投不起了 安利的收入靠什么 靠住人 你多帮一个 就多一份收入 你多帮又多一份收入 是不是 他只靠住人 收入不受限制的 你就随便帮忙 看你是有爱心 我在实际上 第四点是什么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要有人帮 然后你需要干嘛 只是换一下就好了 只是换 你用什么 你就换了什么 你用牙膏 你就换个牙膏 你用牧鱼路 你换个牧鱼路 但是你不要轻易换 你别不了解 你就换 你要找你的朋友来了解一下 比如说现在你正在牧鱼路 那你就一个思考一下 你说我得问问 我的牧鱼路和他的牧鱼路 差在哪里 那如果安利的越少越便宜 你为什么不用 无论保证 你们真的来看完之后了 安利的每一款产品 都比你现在用的 越少越便宜 每一款 是真的 每一款 而且你来试 那请问你为什么不换 你几次换一下 你自己有体会了 你不是忍不住和别人 和别人讲了 那黎明姐为什么忍不住 她皮肤变得越来越好了 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了 她忍不住啊 对吧 是真的呀 你看龙刀铁现在不就变得又瘦了吗 又苗条了吗 又精神了吗 你看明方现在也是啊 竟然都变成了 我看肩下壳了 我看人家好消息 安利快上是一款面膜 现在从韩国拿过来的老师和韩姐他们开始用了 对吧 专门对膝下巴 膝脖子的 是泡在脸上的 面膜 泡有个耳朵 这次在上海 很明显就尖了 陆续阿里还有很多的产品 真的 但问题是好产品越来越多 你的团队在哪里 你的市场在哪里 你的管道呢 对吧 所以阿里真的很简单 不要想那么复杂 不要做那么难的事 对 就是世界第一的老师就是336 做世界第一 我们都可以做吧 对 是不是都这么简单 好不好 好 好 线上的宝宝们 我今天就讲到热烈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所以记得哈 今天晚上我们回去 就把336 背下了就好呀 最后呢我讲 我在讲 讲一句老师教我们的一句话 说人才 人才加上教材才会有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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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也没有教材 能考到清华吗 对不对 你说一一他如果没有教材 他能考上他三中吗 他高大吗 我考不上 李敏如果没有教材 你能去英国留学吗 你到英国不也需要有教材吗 赵敏 那个是李敏敏 赵敏 不叫敏哈 对啊 赵敏 是不是啊 你不也需要教材吗 对 他哪里就有教材吗 你在英服教育是不是有教材吗 所以人才需要教材才能成为钱财 那今天我们毕业之后在社会上 我们发现没有教材了 对 没人教了应该怎么学了 就认其自己的发展 所以信任的人就还不错 不信任的人反正就热八糟 那今天我们走家里的一个事业呢 我们的陈老师马上教育我们了 赵敏 赵敏 所以今天来回去 先不要跟别人讲 反复的事情自己去背 三三六 三本 对啊 是什么 本钱本事本人 三个职业是什么 换盘六好是什么 背到像我这样 滚瓜乱熟 对吗 不可以一讲 哎呦 第一集有什么来着 哎呦 忘了 睡得还不熟练 对吧 以后回来回去的路上 黎明姐妹张大哥就互相考三三六 就是作业教材 对吧 晚了回去考你妈妈三三六 是不是 你看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今天就这样好不好 好了 今天把三三六 今天的教材就是三三六 每次明天我见到你们 或者哪天见到你们 有些考试哈 啊 你们要认真学啊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 大家啊 谢谢现在的宝贝们 谢谢毛毛的主持 谢谢皮皮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太好了 感谢老师精彩的分享 哇塞 我们身上的小伙伴们 是不是都赚到了呀 我们真的太幸福了 大家都听到好 不重要 刚刚老师 刚刚听到老师的分享 是不是真的太精彩了呀 太好了 我们今天 本上的我们的小伙伴们